把一个普通的鸡蛋 变成一个会八光的水晶蛋 是不是听起来很神奇很不可思议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哈啰哈 欢迎来到 花熊姐妹的搞费实验室 今天的道具就是 我们家公斤蛋神的蛋 还噓噓噓 热乎乎的呐 我这个是白色的 它那个是比较 我是 那个 乌鸡生的 乌鸡生的蛋是这种颜色才有鬼 你经过什么 乌鸡生的蛋不是 不是 不是的 它不是这种黄的 是有一点狼黑狼黑的 不信 反正我这个呢 是一只 敷白貌美的鸡生的 你那个就是 不说 我给你香 一两一口 白纸 把这颗鸡量呢 小心的放进去 我突然有一种想法 要不我们哪天出一期视频就是 敷一颗鸡蛋 嗯 我敷 有人要敷吗 我我我我没办法 不是这样你坐着 你可以揣在怀里 然后看一下我们两个人 能不能成功的 敷出一只小鸡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 系列 就在评论区留言 敷小鸡好不好 抱歉我姐对闹了 有点问题哦 真的有的敷成功了 啊 敷出来那只鸡把它养大 然后再吃掉 我对了我们说这个蛋是会发光的 所以需要淫光饼 我来把它的笔头拆下来 放进去 麻烦这里摆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有这种恰蒙你不早说 你就是要看你出炒 我帮你弄 我不炒 它是一瓶92年的糯米醋 嗯 香 鸡啊 为什么你要干脆 倒进去 没过鸡蛋 可以了可以了 我到我这边 可以了可以了 给我倒 好直理到 夹一夹 弄一点荧光的颜色出来 好看 好看耶 荧光粉 我的比你好看 你是爱吃一刀罐 一刀牛发花 这个要等几天 应该需要两三天 我估计 等到那个蛋 欢迎来到花田客谱 Q糖Q糖的 我知道了 因为那个醋酸 然后就跟那个 那鸡蛋的那个蛋壳里面的盖 然后发生一些什么 巴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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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应 然后他就会把他的车中 阿巴达巴达巴达 最后就会 写下一个 金银剃透的蛋 雪把 雪把拔在公屏上 诶 你们看 你这个公屏 防应了 不要看我的 我看你的就要失败了 你现在失败 你看我的表面很神奇 刚放下不到一分钟 表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小气泡了 让我们给一点耐心 静待它成谁 本来我们以为只要 泡两天 结果泡了一个星期 你都不知道我们最后一个星期 所以这两个蛋 每天都睡不好 那个味道真的太上头了 好臭 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看一下 像不像从臭水沟通上来的 大姐你看它透了 真的 我觉得 Q糖Q糖 要去清洗一下 今晚我们洗完可以得到一个水晶球 小心翼翼的清洗 你可别练会 美人抽你 哇 夕阳下的鸡蛋 真美 这一颗绿绿的好像鸭蛋 感觉它整个都膨胀了 然后变得很Q糖 但是为什么就没有达到一个全球的效果 你做错了吗 虽然还没有偷 但是我们可以把灯关了 看一下它会不会发光 哇 像一颗夜明珠 上面还有一个蛋黄 火的像一个月亮 好好看哦 建议有时间的小伙伴 泡它两个星期 绝对会更美的 今天晚上我们晚餐就吃这两个 What 大家酸酸的会不会 不知道能不能吃 估计不能 试一下 我怕下一集你们见不到我们了 哈哈 你们不会吧 我不是解那个什么 消毒啊 我消毒真的吗 我进了一个鬼